宪法原则 法庭释法 案件追踪 专家点评 美国法律面面观 美国之音 法律窗口 瑟古德·马歇尔 1908年7月2日 出生于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市 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 父亲是俱乐部招待 母亲是幼儿园老师 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拉里·吉布森 是即将出版的 年轻的瑟古德 一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 成长经历一书的作者 马歇尔来自一个 勇于捍卫正义的家庭 这不仅包括他的直系家庭成员 也包括他的祖父和外祖父 他们两人都是杂货店店主 而且都是他们社区的领袖 据悉 马歇尔的父亲 喜欢到当地法庭聆听法庭庭审 然后把律师的辩论带回家表演一番 马歇尔生前在被问到如何对法律产生兴趣时表示 他父亲 兄弟和他凡事都辩论得面红而赤 他说晚餐桌上七个晚上有五个晚上我们都在辩论 从高中九年级一直到大学 马歇尔参加了很多辩论比赛 但是对他来说 辩论题目没有辩论过程那么重要 他选择的大学课程包括公共演讲 逻辑 雄辩术和希腊文等 他还掌握了拉丁文 因此他年轻时的兴趣似乎是成为一位有很强说服力的演讲者 马歇尔16岁高中毕业 1930年他一优异的成绩 从传统的黑人大学林肯大学毕业后 本来希望到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深造 但是当他知道自己因种族的原因没有希望被录取时 就选择了另外一所传统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就读 拉里·吉普森教授介绍说 直到法学院最后一年 马歇尔才在其导师的影响下 开始对美国民权运动产生了兴趣 这在他1933年开始从事律师行业 特别是1936年开始担任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之后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时这个国家正处于种族隔离状态 黑人几乎在美国生活所有方面都受到歧视 马歇尔和其他律师着手改变这个局面 使非洲裔美国人进入一项把他们拒之门外的院校和州立大学 他成功地挑战并推翻了在住房方面对黑人的一系列歧视行为 他在律师生涯的早期 还赢得了保护黑人投票权的诉讼 此外他还成功地改变了在公交铁路以及州际贸易方面歧视黑人的法律 20世纪50年代努力制在美国虽然早已被废除 但是黑人的社会地位仍然非常低下 全美公立学校普遍实行种族隔离制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确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 白人和黑人学生隔离在当时是合法的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马歇尔在担任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首席律师期间 所受理的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改变了这个局面 布朗一案发生在堪萨斯州 黑人女孩林达·布朗每天要走1.5公里的路途 并穿过铁路交叉口才能到达达托皮卡市黑人学校 但是离他家只有几条街之隔就一所白人公立学校 学校校长因为林达是黑人就拒绝他到该校就读 这起诉讼最后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法庭在1954年和1955年相继做出历史性判决 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歧视违反了宪法 并且对实施法庭裁决提出了指导 从而为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敲响了丧钟 我们希望这些黑人孩子得到宪法教育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 这个教育必须是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基础之上 马歇尔因为成功代理这起诉讼 《荣登时代》杂志封面 霍华德大学副院长法律总顾问科特·施默克说 布朗判决不仅使公立教育向所有种族的孩子开放 也开启了美国现代民权运动 联邦最高法院一旦裁决说 公立教育不能有种族隔离 这等于开创了一个先例 也就是说在住房 餐馆和旅店等其他领域 也不能有种族隔离 这个判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为它为美国有色人种 在各行各业打开了机会的大门 因此布朗判决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庭判决之一 由于马歇尔在清除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它被视为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美国民权运动的开路者之一 很多学者认为正是因为由马歇尔在前面开路 才有了后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大游行 以及1964年民权法案的签署 布朗一案的判决是1954年做出的 法庭1955年又追加了一个判决 马丁路德金三年后才开始他的民权活动 可以这么说 马歇尔把门打开 马丁路德金从中经过 1961年肯尼迪总统任命马歇尔为 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马歇尔做出的一百起判决 没有一个判决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 1965年约翰逊总统又任命他为司法部检察总长 1967年约翰逊总统再次任命 马歇尔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这是对的事情 做在对的时间 马歇尔在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24年间 参与判决的很多案子 对美国社会同样产生了历史性影响 他被视为一位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大法官 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福曼素佐治亚州一案中 废除了美国的死刑法规 马歇尔是支持这一判决的大法官之一 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罗素韦德一案中 给予美国妇女堕胎犬 马歇尔在做出这一判决的多数大法官行列之中 这个问题应该由妇女自己决定 所有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子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都很难判决 他们通常涉及急剧争议 有时还很情绪化的问题 罗素韦德一案的判决说 被妇女提供堕胎是合法的 从1973年到现在 很多年过去了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引起人们激烈争议的问题 此外 马歇尔基于美国宪法第八条修正案 禁止残酷和非常刑罚原则而反对死刑 他认为死刑本身构成了残酷和非常刑罚 但是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观点 迄今为止 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仍然实施死刑的国家之一 除了严肃的法庭判决之外 施默和教授还介绍了 马歇尔大法官一些 不为众人所知的生活细节 我的一些朋友比我更了解他 他们说马歇尔喜欢打牌 在联邦最高法院一天听审下来 他会观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 其中大多数是肥皂剧 他很喜欢看 他是一个很实在 很平凡的人 而恰好他又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律师 马歇尔为了促进平等 改变了美国的法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改变了针对 非洲裔美国人的歧视性做法 他被大多数历史学家 视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律师 马歇尔在很多不同的方面 成功地代理了众多的诉讼 结束了非洲裔美国人 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痛苦局面 1991年6月27日 马歇尔在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把关 24年后退休 1993年1月24日 马歇尔因病去世 享年84岁 马歇尔临终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被记者问到 希望人们如何纪念他时 他的回答非常简单 没有雕琢 他用自己所有的 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VOA卫视记者亚威张松林 首都华盛顿报道 救命的 启动 写人 写人 中文 写人 中文 写人 中文 中文